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出现了相对较大的跌幅 澳洲200整体指数下跌2.8% 收盘收在6410点附近 但中国方面昨天表现还是不错的 上阵指数上涨0.3% 深圳也上涨了0.4% 所以说相比于欧美来说的话 昨天中国股市的表现还是非常好 那么欧美方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英法德依然是有下跌 平均下跌幅度大约是在0.3%至1.2%之间 美国股市终于摆脱了前一天晚上的大跌 在昨天道琼斯指数和标普大盘指数 最终是上涨了0.3%和0.7% 但是不幸的是纳斯达克指数 依然有0.1%的下跌 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高价1521美元附近 比特币价格则保持在10500美元上下 石油价格从前天的57美元大幅下挫 在昨天平均稳定在54.60美元附近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股市和澳洲的股市 相继出现了巨大的震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澳洲的央行是否还会继续降息刺激经济 我们才在过去两周的股市表现上 能不能看出 在自从特朗普意外地再一次针对中国提出 10%的额外关税之后 全球的股市就从之前几个月的连续上涨中 立刻回调下跌 那么美国股市在过去两周 从最高峰的27500点附近 到现在的25000多点 跌幅大约接近于10% 澳洲股市也不能幸免 从最高峰的6800点到现在的6400点 跌幅400个点 这和比例也是接近了7%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跌幅呢 其实从这些具体的经济数据来看 美国在过去几周发布的经济数据 通胀数据包括就业数据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或者说情况并没有恶化 那为什么股市会有这么大的下挫 其实最大的原因也是我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的 在金融市场中真正推动股价上涨的 其实并非是过去的数据或者现在的数据 而是投资者对于未来的预期期待或者是期望 那么这个期待和期望或者是愿景 其实是容易被环境所改变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如果现在的媒体包括政策一片大好 都在歌颂未来的股市能够不断上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股市就很难下跌 因为大家的信心都很足 那么别看现在美国要对中国3000亿美元关税 征收3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 这3000乘以10%不过是300亿美元 300亿美元也折合了大约是2100亿人民币 这2100亿其实就差不多只等于了上海一个较大的楼盘 这一点钱其实来说呢 对于一个整体国家经济并不是什么大的数据 但是区区的300亿美元的税 却让全世界的股市在过去两周下跌幅度超过了万亿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也正是投资者们担心和害怕 这300亿将会是一个另一个开始 或者说这300亿背后可能会带来3000亿 或者说更多的负面效果 所以很大程度上我跟大家说 有的时候啊 这个股市的上涨并非是因为上市公司表现好 更多的呢 其实是来自于媒体和政府的宣传和政策 好的宣传和好的政策能够鼓舞人心 能够振奋股市 让大家看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说在过这个我们在之前呢 也一直跟大家强调 经济数据没有恶化 一切都是正常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有一些担忧过度 那么从澳洲方面来说呢 其实澳洲现在呢 已经成为一个负利率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虽然澳洲的现在官方利率是1% 但是由于呢 澳洲每年的物价上涨 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幅度 大约是在1.5%到2% 因此换句话说的话呢 100块钱存在银行 每年可以拿1块钱的利息 但是物价贬值幅度会是1.5到2块钱 也就是我一年 100块钱放在银行 一年之后拿到手里 其实它就等于一年之前的99块钱 那么在负利率时代 也意味着呢 澳洲的央行和政府是希望大家去多花钱 不要把钱呢 存在银行里 只有把钱流动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才能够帮助经济进一步的恢复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话题 最近有很多澳洲的朋友们问我 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 现在特别是零售行业非常不景气 商店也好 餐馆也好的 营业额大幅的下挫 那么未来会不会这情况进一步恶化 变成美国十年前金融危机那样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话题呢 因为涉及到原因非常之多 其实你用一天时间呢 也说不清楚 我们今天就简单额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传统意义上来说 它是属于这个 我们叫做是英联邦国家 同时也是太平洋地区美国最大的盟友 所以在传统上 澳大利亚一直是属于英美阵营 但是由于呢 中国我们知道在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 使得这个对于资源的需求非常之大 澳洲经济呢 也是借助了中国的帮助 在过去20年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所以它的处境就非常的尴尬了 传统上它是属于英美阵营 但又是为了赚钱和经济发展 不得不依靠于亚洲的需求 所以呢 澳洲我们看到它包括自己的执政党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左右摇摆的状态 一方面呢 又不能得罪买家 另一方面呢 又要保持自己传统的身份 当然就我们现在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来说呢 其实大家可能短期内是会面临一些 或者说是经济放缓也好 或者说是目前的商业情况比之前要稍稍有些退化 但是从长期来看 大家要注意一点 澳洲是财富和资金的净流入国家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 人口毕竟是只有2400万 地大物博 那它需要建设 势必需要资金 而且澳洲得天独厚的环境 和它的居住这个情况呢 一直是全世界顶尖的 这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和国家之一 因此它每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地区 尤其是亚洲地区 大量的财富和资金涌入 那么一个国家和地区 只要钱不断的涌进去 那么它的发展无非就是快慢而已 可能这几年会慢一点 但是呢 只要钱还在源源不断的进来 那么经济就能继续的保持发展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不说其他各个方面 供给关系啊 包括国际政治啊 这些都抛开 从另一个角度 从钱的方面 从资金的方面 从现金流的方面来说 就像我们评论一个好的公司 我们需要注意到呢 一个好的上市公司 它的财报上必须显示 它是一个正现金流 也就是每年银行账户上的钱 要不断增加 这就说明它是一个经济情况运行良好的公司 放到国家也是一样 财富在不断进来 钱在不断进来 那么这么一个国家 就说明它是一个运行正常 在正常轨道上的国家 澳洲就是一个资金和财富 不断涌入的国家 所以说即使是短期内 经济有所放缓 但是从长期来看 从资金净流入 这一方面来考虑 我依然对澳洲 长期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 以上就是我们 从另一方面来考虑 澳洲目前的情况 值得大家做一个思考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说一下的是 在本周日 我们会在墨尔本的东区 格兰威卜利举办一次投资讲座 上半场依然讲的是 我们的股票和黄金类投资 下半场呢 将会介绍有关装修和房屋翻新的事 欢迎大家到时报名参加 报名电话就是8658-0602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